房地产迎来了一个大利好 今天央行宣布说把手套房的贷款利率的下限降低20个基点 这个事情相当于就是给房地产来了一个定向的降息 目前五年期市场利率的报价是4.6% 那这回降低了以后呢 这个利率就变成了4.4%了 要知道买房最贵的就是利息了 30年的房贷还下来 往往这个利息比本金都还要高 那这回降低20个基点 就相当于如果你贷款了100万 那按照等个本息算的话 每年大概能少掏1500块钱的利息 这样一来不就降低了购房者的负担了吗 而这回的手套房的降息不仅利好购房者 对于整个经济也是利好 咱们前两天看到4月份的收容数据出炉了 结果这个信贷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社融同比少增9400多亿 人民币的贷款同比少增了8200多亿 都是腰斩式的下跌 在个人方面呢 住户贷款少增了4000亿 这就反映出了房地产的硬着陆 而企业方面呢 中长期贷款少增了接近4000亿 反映出的是 企业对于未来几年信心不足了 他们可能不确定能拿到多少订单 所以也就不敢再借钱来扩大生产了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想完成全年5.5%的经济增长目标 肯定就需要有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挽救啊 该怎么救呢 地产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 消费投资跟出口 先说消费好了 经历了两年的抗疫之后 消费不是短时间就能复苏的 也不是每个地方的财政都有这个财力发消费券的 靠消费拉动经济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至于出口呢 虽然这两年我们的出口额增长了接近30% 但是随着海外的复工和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出口想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增速就很难了 那不就只能看投资了呗 投资可以分成两大块 一个是基建一个是房地产 基建现在就是一个大发动机了 但是这个发动机的油门很难再往下踩了 就像经济学家李迅雷说的 过去基建投资回报率有3%点多 现在的回报率只有1.5% 那么就很难再吸引到资本去参与 印钱投基建的回报率不高 但是呢房地产是左手拖着财政 右手拖着信贷 又刚刚被按斗了地上 那么它有弹起来的空间 想达到经济目标目前来看 除了地产之外 办法好像还真的不多 这个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它就是个简单的排除法 目前复杂的就是 怎么样能够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救起来地产 既要突出经济 又要防止炒房这个事情死灰复燃 所以说你看 这回只是针对了首套房在定向降息 降到4.4% 二套房的利率还是5.2% 那未来的政策实施空间 对于平衡数的要求就更高了 或许下一次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放宽 会从二套改善性住房入手 也就是对于那些手里拿着钱 还没有买房的人 又或者是现在有房子了 但是想换一套大房子 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的人来说 可能会从这一轮的经济政策中 首先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